206的App講義裡面的話 第11頁 第一個要怎麼做出 這個名稱跟這個敘述是正確的 小說圖也正確,這個也是要綠色的 這要顯示,不能說紅色就對了 第一個的話,下載這個Config 這邊可以下載,你按右鍵下載或點下下載 再把它解壓說 把裡面的Config.xml打開的話,你會發現其實不用修改 主要是要知道裡面有幾個地方 是將來可以變更的 但是如果你變更的話,你可能兩邊是要match的 這個名稱的話,將來會放在這上面這裡 敘述放這裡 這個圖的話,那就是將來對應這個圖 所以這個圖如果不存在的話 我們可以用小畫家,把它調整成72x72 調整大小的話,當然你可以 直接調整也可以,只是變形比較嚴重 或者你可以用選取再採檢,再去調整也可以 重點就是這邊有個像素 72x72 這個打勾不要打勾 原來有打勾 最後存檔的話,一定要存PNG 存好之後的話,再把它上傳 基本上就不會有問題 可能有蠻多的細節的 如果你假設這些細節都有注意到的話 那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那當然你今天的話,主要是不僅主題 把它換一下 然後呢,再來主要就是說呢 把這個之前我們把它上傳到 這個FoneGap的網站上面 轉換的時候,上面其實就 名稱好像怪怪的 然後沒有敘述,沒有圖,感覺好像有點是 沒有一個好像很 就是正式的感覺啦 所以如果你希望正式一點,甚至這個小說圖 你可以自己產生 甚至如果你要 做一個 比較好的圖示啦,當然如果簡單的話 你可以用小畫家 但是如果你要正式,你可以用Photoshop 或者是甚至拿Twitter那些 比較專業一點的程式都OK啦 不過我覺得有的時候 已經這樣我覺得已經好像也差不了多少了 如果你不細看的話 說真的,誰還管你說 你是用什麼樣的軟體所產生的 OK,只要至少有到那個 這個有一個圖,至少比 沒有圖來的好很多 那另外的話,今天後面 的時間的話 就請各位再想想看 把206App的攝影部分 改變成別的 所以今天的話 原則上大概就是 把上個禮拜的206App 做一個結尾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請你把 206App的內容 改成另外的產品 不用攝影,你可以用其他東西 那一樣啦,這個名稱改一下 敘述改一下 小說圖改一下 OK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好,那我們也 先 下課休息一下 下一堂課的話,基本上就給各位做 那個變化題練習 把它稍微做個變化題 那主要是因應 那個期末的部分 我們要做一個 文學家的一個App 那至於哪一個文學家App 你可以自己現在可以開始 抽取相關資料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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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